今天要继续讲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 因为上个礼拜恩恩就跟我说 他就说但是我想要听后面的 到底是讲什么 所以我本来有另外一篇道 但是我为了恩恩跟我讲的那一句话 我觉得他心里头这么样子的渴慕 想要知道这个重建倒塌城墙的第一步 到底是什么 为了恩恩我就今天要把接下来给讲完 恩恩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 OK好可以 虽然郭寒光他不想听 但是我们也不管郭寒光怎么样子 对不对 OK好来 那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到了说 当我们教会的key point到底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key point 是我们要能够建造那一个倒塌的城墙 我们就说在整个的社会当中的城墙是什么呢 我们说在社会当中我们需要能够去把家庭给夺回来 我们需要能够把政府夺回来 我们要把教育夺回来 我们需要能够去把在媒体当中 要把宗教要把工作要把娱乐所有这一些 这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要把它给夺回来 那教会当中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一些 因为当神原本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一切都是美好的 大家说美好 所以就是说在整个的社会当中 他创造了地球也好 他创造了伊甸园 他说一切都是美好 大家说在一起说美好 但是当然因为犯了罪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堕落的生活的时候 堕落的世界 堕落的生活 犯罪的生活 带来一个堕落的世界 带来众人的一个堕落 就突然间上帝他需要有一个救赎的计划 那除了一个救赎的是说 我们在这一边需要能够得着救恩 但是上帝他期盼 能够把天国的那祝福带回到地上 大家说阿们 问题就来了 那怎么样子能够重建这个的社会呢 第一个的步骤 当尼西米他发现到有这个呼召 尼西米发现到他心中有这个重担的时候 圣经上面是这个样子讲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听见这话 大家记得吗 就是上一次他听到他们的人就说 那城墙倒塌了 已经没有了 怎么办了 然后大家还记得吗 假装记得一下好不好 大家还记得吗 谢谢大家 那因为他记得 不是他记得 他才刚听完 他一定记得 他听到了 他们说城墙倒塌了 被火烧了 他说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 焚烧 他就说我听见这话 就坐下哭泣 然后呢 悲哀多久 几日 在天上的神面前做什么 他有三个是非常特别 他第一个 他被圣灵极大的激动 他里头有一个的感动 有一个的冲动 有一个热情 突然间被点燃起来了 我每一次看到这个 对我来讲最大的提醒是 这一件事情 对于尼西米突然间有热情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为对他来讲 这一个 他被掳 他从 他被掳了之后 他 就到淡水 的老街 他被掳了之后的 这个的时间 总共过了多久 150年 所以你在想 这150年到底是什么意义 你知道吗 这150年对你来讲的影响 到底是多少 我解释给你听 150年前 发生什么呢 150年前 美国的总统叫林肯 150年前 美国有南北战争 150年前 在中国大陆 是 慈禧太后 150年前 才有了 义和团 150年前 在世界当中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 改变了世界 到一个的程度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在150年前 一个邪恶的事情发生 影响到世界 到现在 没有办法扭转 150年前 他们创造了第一片的养育片 150年前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毁灭掉世界的 请你大声说阿们 可见你们了解我在说什么 150年前 第一个养育片 150年前 对我们来讲 你现在就突然间能够了解了 很遥远 你很难为一个东西 150年前的有感动 150年前的让你有一个激动 但是suddenly 他里头激动了 suddenly 他里头突然间有一个感动 他了解一样事情 需要他 上帝激动了他 让他们开始有动作 这不是一个短短的一个 一下子的一个的感动 但是是这个的火 突然间就燃烧起来了 你知道吗 在你里头有一个火 这个的火 也是可以再一次被点燃起来 我很喜欢生火 其实烤肉对我来讲 烤肉不好玩 生火是让我最有快感的 我很喜欢生火 我是一个专业生活员 那生火的时候 我就 我很喜欢生火 因为我就喜欢看到 当他一个的小火 然后你要把它给搭起来 搭好刚好的一个的架构 开始烧 慢慢烧了之后 到某一个程度 刚开始如果风太大 它就会熄灭 但是如果你摆得刚刚好 先保护它 不要受到任何的风 一阵子之后 这个的火 十分钟 就已经可以忘得不得了了 然后再一次 你可以把它给散开来 让它再去影响 其他的贪 你知道吗 这就跟小组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你发现 你没有火了 你需要到一个有火的小组 如果你发现你的小组没有火了 你们整个的小组都需要到祷告会 如果你发现这个祷告会没有火了 代表你需要换教会 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火的教会了 你必须要有火在里头 而当因为在那边有了火 突然间就算是有风吹来 就吹不起了 就是原本你受到一点的打击 你就会想要放弃了 但是现在突然间 因为你烧得够久了 再多的打击 再多的困难 反而会让你的火越烧越旺 所以当我们的教会 当我们在这边到一个阶段 我们已经开始不怕困难 我们不怕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一样的事情 上帝在我们里头 要焚烧我们 让我们向前行 但是有一些人 就会讲一句话 就是我已经有了 我不需要了 我够了 我的火烧得够旺了 It's never enough 在我们这一世纪里头 有一个非常出名 美国步道家叫做穆迪 他在芝加哥拥有最大的教会 在他们那个年代 在19 在19刚开始 1900年刚开始的时候 他的教会 在芝加哥已经是2500人的教会了 这个很厉害 因为没有麦克风 你们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很厉害 而且他的信息好得不得了 他们称他为步道专家 但是问题就来 有一天就有两个了 老太太就跟他讲说 穆迪 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穆迪心里头就很不开心 他就在想 我已经拥有 全芝加哥最大的教会 我已经拥有所有这一切 你要我 说我不够 你到底懂还是不懂 他回到家里头 突然间心里头就开始 有一个疑问就是 到底他有的够还是不够 这一个的声音 疑惑到一个程度 他没有办法 他就回到家里头 他就开始关起房间 开始祷告 他就说 圣地啊 如果真的是有这一个的圣灵 我需要他 请你把他给我 这么简单一个祷告 他就说 当天晚上 圣地突然间亲自 拜访他 在他的房间 他感受到 圣灵充满到一个程度 他快乐 他笑 他喜乐 他喜乐到一个程度 他受不了 他就跟上帝说 上帝请你停 因为如果你再不停下来 我就会快乐的死掉 在这房间里头 他就说 那个的能力大到这样 然后之后 他再去讲道 他就说 我讲一模一样的一篇道 但是能力变得不一样了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你可能讲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话 你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你带的小组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你去学校里头 去跟朋友分享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突然间 人家就会说 为什么不一样了 因为已经不再是你 乃是基督在你里头活着 阿们 力量变得不一样了 第二个他做的祷告 是什么祷告 他做的一个祷告 是一个离开舒适圈的祷告 你看到他说 他去禁食 对以色列人来讲 是一年禁食一次 但是他就说 我不是只是做一个普通的祷告 我不是普通舒适的 我要离开舒适圈 在神的面前来求 他这个一求下去 他就是几天在神面前哭泣 而且圣经上面说 我们没有时间去看 他开始祷告的时候是12月 他4月才见到了王 所以这个的热情 这个的祷告是久还是短 久的 长的 他在那边一直的求 他离开他自己的舒适圈 朋友们 让我跟你讲一样事情 我们不要留在自己的舒适圈 Bill Wilson每一次 比尔牧师来 我都被他激励 他跟我分享这个小孩的故事的时候 我到现在 每一次想到我都会哭 他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一个孤儿被丢在孤儿院的前面 腿断了 没有人照顾他 然后他们把他带到孤儿院 在非洲的一个孤儿院 带进去的时候 这个的孩子 因为太久没有吃东西 上厕所的时候 他的肠子就掉出来了 肠子掉出来 对这种的孩子来讲 大概就已经没有救了 这个的孩子在那边 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众人就想说 这个已经没有人要的孩子 没有人会哭泣 没有人会见到他 一定会死掉的 已经没有救父亲 没有医院 这个的牧师 他就说不行 他就拿了一个毛巾 把他的肠子就塞回去 上了一台寄负车 就问了一个人说 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他们就跟他讲说 最近的医院 在另外一个国家里 在另外一个国家里头 而且现在 你已经不能过去了 因为已经晚上了 边境已经关掉了 你去不了 牧师就说 我不管 我必须要去 因为这个孩子需要 他开着车 往着肯亚的边界 杀过去 到了边界的时候 到对面的人 就跟他讲说 我们边界已经关了 一条河 边界已经关了 你不能够再过来了 已经不行了 明天再来 比尔牧师就跟他讲说 不行 我今天 我必须要过去 在那边的军人 拿着机关枪 就对着他 就说 如果你过来 我们就会开枪 把你给打死 这时候 比尔牧师 他就要做一个决定了 他要不要 离开他自己的舒适圈 他跟着我说 他那一天晚上 就做了一个决定 死就死吧 死就死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的孩子 一个没有人要 他才第一次 遇见到的孩子 他就说 死就死吧 他就开车 往边界的那条河 就冲了过去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有的时候 法律是法律 但是 我们必须要知道 在有的时候 怎么样子 才是能够救得到人的 这是我从比尔牧师身上 一直所学习的 对的事情 对的时候 激烈的手段 虽然有的时候 你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危险 因为他过去 他就听到机关枪开始对着他开 他就听到子弹从他的车子上面飞过去 从他的车顶上面弹过就过去 他想说这个样子真的不得 他就一直冲 一直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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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他过了边界 那些的军人就想 就问他说 你是疯了吗 我们差一点就把你给打死了 然后他就打开门 就跟他讲说 但是有一个小孩在这边 快要死掉了 他不管这么多 那个军人就开始前面帮他开路 带他到了医院 帮助这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孩 因为他里头有了那一个的热情 他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这个的孩子 现在就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这是这一年发生的事情 这一年所发生的事 朋友们让我跟你讲 不要留在自己的舒适圈 我知道很多你们想说 光远哥我又不会开欺负车 我也不能去救一个非洲的孩子 我也没有办法去被机关枪打 光远哥去哪边找这一个 不需要 因为你们有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当你们每一个礼拜 愿意上街头去募款的时候 我要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圈 阿们 阿们 我问一下 有多少人在这一个月里头 你会去或者是 你已经去募过款了 举手一下 回回手 回回手 回回回手 看起来更多人 给自己一个掌声 Come on 朋友们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不要留在舒适圈 这就是最近 为什么我的祷告 我一直在带着祷告会 我就说 我们需要离开舒适圈的祷告 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 我们要离开自己的 这舒适的环境里头 去祷告 早上六点半也好 晚上七点半也好 我就说 让我们做一点不一样的 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尼西米离开他的舒适圈 他跪在那一边的祷告 但做完这个的祷告的时候 离开舒适圈之后 他就进入到第三个 就是一个迫切的祷告 就这么简单 什么样子祷告 他这一段经文就很有意思 他在开始祷告的时候 他就这个样子说 他就说 耶和华天上的上帝 大而可畏的上帝 他现在先做什么 他记得神的本性 他说上帝我记得你的特色 我记得你是什么样子的 上帝他的名字 就是为了要一直提醒着我们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得 他叫做耶和华拉法 因他的边伤 我们可以得着一致 他叫做耶和华以乐 意思就是他为你预备了 你今天有需要吗 你有什么的需要 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 你所需要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 未曾听见 心里也未曾想到的 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礼拜是我才分享 我一个好朋友 我一个好朋友 他就上个礼拜 他就跟我说 他说光云你知道吗 那个华航他们最近有一个特别的 一个新的一架飞机 我说然后怎么样 他说所以他们的那一个意志很新很特别 我又说OK 然后 然后 怎样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抽奖 然后我就说OK 很好 然后呢 他说我跟上帝一直说 上帝啊 我有一个梦 我的梦就是 我希望能够 带着很多没有办法度假的牧师出去度假 然后我就OK 然后呢 然后他就说 然后光云你知道吗 前天他们就写信给我了 然后说 然后你赢了什么 他就说我赢了 他说不是一张经济舱的票 不是一张经济舱 他说我得到了整个经济舱 整个经济舱 32个位置还是35个位置 我忘记了 35个位置的经济舱 然后 我就立刻 就跟他说 然后我就说 You do remember I am your best friend You remember right I am your best friend 在手机里头 你的名字叫做 best friend 但是突然间 我就觉得 糟糕 要先问清楚 就说 是单程还来回 要问清楚 然后他说来回 他说OK 然后我想想 那非哪 因为我想到 假如说是business class 非香港就很逊 你知道吗 因为你可能不懂 但是非香港的话 前面三十分钟 你的椅子也不能动 后三十分钟 你的椅子也不能动 所以就在你做business class 三十分钟坐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所以你的椅子倒下去了 三十分钟 他就跟你讲说 先生不好意思 我们要降落了 就完全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说 是非东南亚 我说WOW 他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上帝是这么样子特别的 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为自己求 他知道我是为着其他的牧者 其他上帝的仆人我在求 我想要把这个给别人 我想要把这个祝福给别人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这就叫做耶和华以乐 这是耶和华以乐 你想要经历耶和华以乐吗 把你的心挑对 你到底是为什么求 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然后他就真的 他就跟我说 光伟那你要跟我去吗 那我就说不要 他说我可以改时间 我说不要 他说其实你就是不想跟我去 是不是 我说对 没有啦 因为我就跟他讲说 你把他给真的有需要的人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 我现在只能做first class 我不可以做business class 开玩笑 开玩笑 大家不要认真 大家简介出去不得了 光伟牧师只做first class OK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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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他 你有不平安过吗 有没有人不平安过 你有觉得不平安过的 有没有 这么多人你们都这么平安 你从来没有害怕过的 因为不平安的时候就说 你就记得 他是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 他不是帮你剪头发的 但是他是给你平安的 但是他是给你平安的 你都从来没有想过吗 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沙龙 对不对 就是我的理法厅叫做 耶和华沙龙 你们都没有发现过吗 你们有没有学到一个新的东西今天 耶和华沙龙 你说你要去打仗 你要遇见到困难 他叫万军之耶和华的元帅 他要带你胜过一切的 阿们 这就是我们的神 然后第二个他做什么呢 他做一个清洁的生活 他说他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上帝啊 我们承认我们向你所犯的罪 这就是我们人常常没有做的 我们没有承认我们的罪 但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说上帝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我有基督 我有引乱 我有骄傲 我在神的面前 我必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十字架 最近在教会当中 我们每一次讲到信耶稣 会有一个问题 只是我们一直讲说 上帝会帮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 这个其实也没有错 上帝是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阿们 但是在变成更好的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把那不好的给拿掉啊 大家可以阿们吗 所以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 不是 主啊我更大 祝福我 不是 是主啊 我愿意 与你同丁十字架 但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让你的能力在我里头被彰显出来 然后当十字架当主被高举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你的生命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阿们 是会改变的 所以是一个捷径的生活 是每一天你必须要去 所以记不记得我就开始前几个礼拜跟大家讲说 你要去醒查你有没有黑暗处 有没有 有吗 记得吗 我就是你有没有去醒查 你有没有黑暗处 而且我要跟你讲 耶和华的眼目遍查全地 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你做的这个事情 是没有人知道的 不要以为 因为就是会被抓到 有一次有一个 就有一个男生 他就跟了他的女朋友刚分手 他跟他女朋友刚分手之后 然后他就又交了一个女朋友 然后交了这个女朋友之后 他就去动物园约会 你知道动物园 这其实也是蛮聪明的地方 因为无聊到不得了 然后就需要一直聊天 然后他去动物园约会 你知道这种 应该是不会被抓到的 但是就在那一天 就有牧师在那边看到他 就是那一个教会的牧师就看到他 然后看到他的时候 就远远地看到他 就说 欸光伟 欸某某人 就被抓到了 到现在那一个的师母 每一次看到 饮酒节的时候 都会提醒他 说 我有遇见你们在动物园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做的不被抓到 都会被抓到的 我有被抓过 你们没有被抓过吗 有还没有啊 谁刚才说有的 快点快点 都是坐在前面的 是谁 陆振兴 我想起来了 哈哈 好好不讲了 OK好来 跟旁边人说 活着一个圣洁的生命 真的 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 其实只是上帝给你面子 不把那一个撕开而已 他给你机会悔改 他要做了什么 他记得应许 他说上帝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你说的 所以他就一直提醒上帝 上帝我记得你说的 我记得你跟我讲过什么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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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儿子张先乐 他最厉害的地方 他每一次 他都会一直跟我讲说 爸爸 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这个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给我这个 爸爸你答应过要给我这个 爸爸你答应过要给我这个 然后我就说 No 我说想想看 那他就说那你想够了吗 爸爸你想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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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好 买给你 连地上的儿子都这么样子的聪明 而且我还不是一个完美的父 你觉得在我们天上完美的父 难道他不会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吗 你要提醒上帝他的应许 圣经当中充满的应许 你为什么要读圣经 因为这是一个藏宝图 大家说阿们 第四 他很明确的祷告 他跟上帝讲得清清楚楚说 上帝啊 这一个是我要的 我要看见复兴 这一个是我要的 我要你帮助我 能够去跟王说话 你祷告的时候 你到底是怎么祷告的 你祷告只是说 上帝请你祝福我 还是上帝 你跟上帝讲得清清楚楚的 上帝 我的课业 什么课业 我的英文 我的数学 我的工作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你跟上帝讲得清清楚楚的 讲清楚你需要什么 因为上帝他是一个好的神 他愿意把祝福给你的 不要觉得我们的神就是要是给我们苦 没有错 我们是要讲十字架 但是同样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 所以他做的祷告是很简单的 他记得上帝 他活出一个清洁的生活 他记得神的应许 他做一个明确的祷告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祷告 因为他的内心被激励了 他的内心激励了之后 他就开始离开舒适圈 迫切 祷告